那我们知道ATP是个能量货币 那我们怎么判断一个细胞中能量的高低呢 科威家很聪明 他去分析细胞质中ATP这个分子 跟二磷酸性肝这个分子的比值 这个比值如果偏大 就代表ATP的量很多 如果这个比值偏小 就代表ATP的量很少 对不对 好那有的时候题目会问你说 如果这个比值偏大 那你的细胞会发生什么反应 那如果这个比值偏小 那你这个细胞会发生什么反应 好你看下面已经整理出来了 当比值偏高时代表能量高 代表ATP很多 此时呢你会进行同化作用 因为同化作用会耗能 那当你这个比值偏低的时候 代表你的ATP很少能量很低 这时候呢你会进行异化作用 来释放能量 释能 而释出来的能 就会帮助ATP的形成 因为能量就被二磷酸性肝跟磷酸跟吸收 变成ATP 好这一页我先讲到 就是它的过程 两种状态先解释到这里 其实以后你们遇到很多考虑 都会考你这个比值的变化 会促进或抑制什么反应 这方面的内容请大家不要硬背 它是有强烈的逻辑关系的 好我现在说明一下 如果这个ATP比ADP比值高 代表ATP多 是不是代表能量高啊 能量高要干嘛 花能咯 就像ATP相当于货币 就像钱现金一样 如果你的现金太多了 怎么办 花钱咯 那什么反应会花能 同化作用啊 它是个花钱花能的反应 对不对 但如果今天的ATP太少了 你钱现金不够 怎么办 你就要想办法赚现金 所以你会促进异化作用 因为异化作用会 反生能量 使得ATP形成 赚出钱来 哦 那所以 就是很像我们花钱的 那个行为 这个比值高代表钱多 钱多就可以大肆花钱 来进行耗能的同化作用 耗能的同化作用 就会让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让细胞开始生长 所以细胞能量高 细胞就会生长 因为会进行很多 合成的同化作用 那如果这个能量低 怎么办 啊 ATP现金不够耶 你就会开始把有机物分解 让它释放出很多能量 来产生ATP 好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葡萄糖 C6H12O6 它叫做高能分子 这个有机物的能量很高 它呢 经过分解之后 异化作用会释放出能量 异化之后呢 会产生ATP ATP也叫高能分子 好 这边就出现一个小问题了 这些高能分子都是能量 为什么是ATP当作能量货币呢 好 我用个生活中的比喻来介绍 今天如果你ATP多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进行 和同化作用 例如二氧化碳跟水 形成葡萄糖 我就先不要平衡 就先写一下大概 所以葡萄糖 你就形成高能分子了 你把这些ATP的能量转变成葡萄糖的能量 就像是我现金好多哦怎么办 好吧 我拿现金去买黄金 买股票 买房地产 黄金股票 房地产也带着价值 它的能量也很高啊 你就把这现金转变成 我刚刚说的黄金股票房地产 但是当你今天现金不够了 你需要现金 比如说我好饿哦 我钱包你没钱 你可以拿着黄金或股票 或是地契 跟那个闲书鸡摊说 老板我要一份鸡牌 那我没有带现金 我给你一个黄金好不好 我给你一张股票好不好 老板会说 你疯了 我只看新台币现金 请你去转换成现金板 所以当你ATP不够的时候 现金不够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更大的高能分子 例如葡萄糖葡萄糖 葡萄糖啊 紫质啊等等 分解 分解就是出息之后 分解转变成ATP ATP细胞才会辨认 所以今天就算你的 什么葡萄糖很多 紫质很多 拍谁哦 我的酵素需要花能量 我只辨认ATP 就像我是鸡牌的老板 我只看现金 我不要拿股票 请你折现 再来消费 折现后再来消费 所以你就知道啦 葡萄糖大分子 它也就是现金 就是黄金股票一样 它的分解会释放出ATP 所以它可以折现 好啦 所以这个通则就是这么简单 钱多时就花钱 钱太少就赚钱 花钱就是把能量花掉 进行同化作用 然后赚钱 就是进行异化作用 产生能量产生ATP 因为ATP就是能量货币 就是现金 就是钱 一样的概念 好以上是这个笔值的意义哦 我们下来 可以 我先看来 那我先看来